藝術家陳順竹去年十月因為大腸癌病逝 他以複合式影像創作 崛起於解嚴之後的臺灣議談 他生前就已經開始準備 他第一次在台北市立美術館 舉辦的大型各展 雖然現在主角缺席了 但是他對家鄉家人的情感 將會透過他的作品永遠流傳 而展覽中也展出陳順竹 跟他的好友藝術家莊普等人 最後一件一起創作的攝影裝置作品 這個展覽力道很強 有一點悲壯的情感貫穿在整個展覽裡面 其實這種情感在我們 我們這邊的那個藝術作品裡面很少很少 所以我覺得在順竹的作品裡面 他一直在處理一個奇妙的界面 擅長以攝影節和舊家具 加上手繪創作 爬疏個人與家族記憶的情感 遺故藝術家陳順竹 首次在台北舉辦大型各展 妻子好友齊聚 悲歡離合在人與作品間 一起留下了軌跡 在生病的過程中我們最重要的兩個志願 就是生病跟創作 那他常常都跟我說 他說這個生病就是好像 吃藥像是安慰劑 那反而創作像是他的良藥 那他不只一次跟我講說 這個癌細胞很喜歡創作藝術 當我創作藝術的時候 我就沒有疼痛 發現離癌後醫生告知 他的人生只剩半年 陳順竹對生命有另一番體悟 因而創作轉生術 而轉生術作品選用故鄉 澎湖的珊瑚礁炎 牢骨師做圍祭壇 探索死亡後的幻想 他生病的過程中很少講到說 我死了以後怎麼樣 就是他對死亡這件事情 永遠都沒有妥協 他好像覺得他是一個連續聚會 一眼再眼 一眼再眼 這個人一輩子就是有矛盾 認識他人都曉得 他又是非常幽默 喜歡跟大家開玩笑 可是他對生活又有一個 讓你覺得討厭的一個嚴謹 這個展覽剛剛稍微經過一遍 就有被這個作品震撼到 2010年陳順竹和幾位 台灣重量級藝術家 莊普 蘇慧宇 吳東龍 四人組成藝術團體 心電男孩 四位不同世代的男人 自稱男孩 用獨特角度 觀察自然與文明的發展 我們希望呈現的是一種 很輕鬆很詭諧的一種方式 來呈現我們生活當中的一種 隨機的一種靈感 那順竹對所有的事情 要求非常精準 然後他非常的守思 他非常的有條例 所以他通常會盯著我們 就是去完成 每一次的聚會當中的內容 以及每一個活動的時候 或者說展覽的一些細節 他都會非常的要求 循著展場動線 這不只是陳順竹的創作生涯 也是他對人生的不斷探討 然後再看一看 然後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